哎 你好 我看你手机刚是在拍我吗 把你拍到你 打开你的相册 相册 小心一点 不要乱拍别人 川大女硕士污蔑大叔 地铁偷拍事件最新进展曝光 涉事女生两面拍作风遭抨击 声称自己坚决不向为所难道歉 学校最新处罚发出结局大快人心 近日相信各位看官 都被所谓的地铁八号线 猥琐男偷拍刷了屏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一名 名叫张薇的女生 在广州地铁八号线上 将镜头对准了一位大叔 他言之凿凿的指责 这位蹲在地上的大叔 一定是在偷拍他后 态度十分恶劣和充满质疑的 要求大叔打开相册 自己需要对他的相册进行一个检查 本以为又是一出美女 涌抓偷拍男的激情大戏 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位看起来占了上风的女生 在大叔没有任何推脱地打开相册后 竟然只是底气不足地说了一句 以后别偷拍别人你小心点 原来经过仔仔细细地检查后 发现大叔的手机相册空空如也 而他之所以选择蹲在地上 可能只是因为 外出物工过于劳累 并非这位女生口中的恶意偷拍 但是张薇明知误会了善良的大叔 还检查了对方的手机 却在误会别人之后 没有任何一句道歉 态度强硬至极不说还放下狠话 坚定地认为这位大叔不是没有偷拍 只是这回被自己发现后没有成功 此前一定有这种前科和经历 此话一出不仅将大叔的人品 放在了风口浪尖 还让对方莫名其妙地成为偷拍老手 可是直到被阴阳大叔都没有出声回毒 只是默默地配合着女神的调查和指责 这样一位善良的大叔 之后也为自己的善意付出了代价 谁也没想到在地铁上 水落石出的一件事 会在解释清楚明白后还有后续发生 这位义正言辞的女生在回家后 不仅将自己视角中的 事情原委发到了网上 其中还不乏猥琐男偷拍等字眼 更重要的是并没有 对涉事大叔进行任何打码 这回大叔的儿子也终于坐不住了 直到看见川大硕士张薇的照片 大众才明白那位被污蔑的大叔品位有多高 在广州地铁一中年大叔偷拍美女的事件 在网络上发叫闹得沸沸扬扬之际 涉事大叔的儿子也出现了 此前在张薇口中 因为自己不是第一次被偷拍了 所以对于这些举动会比较敏感 所以发出这段录像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大家一起谴责对方 张薇表示虽然我没有找到证据 这并不能代表大叔没有偷拍的想法 只是因为没来得及开始 就被英勇无畏的他抓到了 而他话里话外都表示 自己十分委屈 难道只是因为我的权益 没有受到侵害就不用维权了吗 大家应该和我一起来网报大叔 听到这话人们第一时间 可能会选择同情弱者 毕竟猥琐男偷拍并非第一次发生了 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就察觉出了不对劲 既然这位川大硕士 并没有找到相关证据 为何会将大叔的直接曝光在镜头中 而且这件事也严重影响到 大叔的儿子以及他本人的生育问题 所以大叔才在儿子的陪同下 选择报警处理 这回张薇看到网友没被蒙骗 自己还有可能被带走问话时 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删除了相关视频 想趁着互联网的更别速度 慢慢将此事遗忘 可他忘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而他的相关信息也随着 有的剖析曝光在了阳光下 原来这位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就将善良大叔形容成 偷拍为所难的女生 竟然还是四川大学的美女硕士 身为高知人才却如此无知 难道这就是 重点大学的能力和教育吗 好在大叔及其家人并未过多计较 也不想因为此事 毁掉学霸一辈子的前途 干脆选择了原谅张薇 但谁也没想到这件事 竟然还没有彻底结束 川大女硕士表里不一遭曝光 前脚用大号诚恳道歉 小号却开通打赏功能带节奏 内涵网友多管闲事 原来他才是那于低营销鬼才 在地铁大叔被污蔑偷拍后 不仅老人的儿子 站出来为父亲喊冤 就连那位涉事 女生的爸爸也出现了 只不过他恳求网友 不要再攻击他的女儿 希望众人能够积点口德手下留情 可是此话一出此爱 老父亲的人涉事立主 但网友拉平你早干嘛去了 当初他用一只笔杆子 就能颠倒黑白 作为一位新闻学的高材生 非但不禁止尽责报道真相 反而在接受高等教育时 搬弄是非 将事实和舆论玩弄在鼓掌之中 现在事情闹大后 张薇又成了父亲口中的受害者 而网友成了操控人 甚至张富还表示 你们现在的行为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让他们感觉到十分的不舒服 针对没有口德这件事 不得不说还得是高材生张薇啊 所以事情发生后 虽然被污蔑的大叔 已经选择原谅了张薇 但是压力却全都来到了川大这边 作为一位新闻学的美女硕士 不但需要优异的成绩傍身 更重要的是本人优秀的评论 如今显而易见硕士张薇 不具备这一点 对此川大也顶不住压力明确表示 一定会对涉事学生严肃调查和处理 甚至有传言称严重的话 还要开除张薇 她本人得知后害怕之余 也出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希望大众能够再给她一次机会 那位大叔以及她的家人 为了不影响张薇的学业和名声 决定不再追究让这件事就此翻篇 但是张薇的背景还是被人暴露出来 据了解深微 川大硕士的她还是一名党员 曾经因为在社交平台号召 众人做独立女性备受关注 之后却在另一处宣称女生必须要采领 四个社交平台四个不同面子 难不成学校还叫变脸